农村小哥剪石头 大力出奇迹啊 这个石头被粉丝敲成了两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外表有几夹纹 表皮细腻光滑 断口 看起来没有粗糙的感觉啊 然后里面的肉剂 有三种颜色 红黄紫 然后这里敲开的话 也不允显 从这个断口可以看出 它这里以前应该是有一条大粒 因为这个断口比较成就 证明它里面是有粒的 然后这个敲口 如果是心口没有粒的话敲开 它是这样子 很新鲜的啊 我们给它吸上一点水啊 从这个敲口来看 里面的肉质啊 也比较干净 很明显 这里还是有粒 这个石头还有一个看点 你看这边的皮啊 它有这个尖块的表现啊 然后这一半的话 虽然说这里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口 看到有很多肉质的表现 但是它的肉应该也比较少 因为开口这个地方 刚好的这个皮啊 是光滑的 所以它这个肉质应该是往这里来了一点 好 我们给它切开 跟大家一起来 学识学识啊 石头刚切了一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啊 来各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什么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很不给力哦 你看这个开口 特别是这个地方 要黄 要大一点点红 切开 它也是黄跟红啊 只是说它有这个白棉 白棉很重 就感觉很杂乱了 这半边可以说报废了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 刚才切的时候 没有切断 还留了一点点 这一块我感觉也没戏了 因为刚才那边都不行了 那这边的话肯定都一样吧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哎呦 这么硬 这个已经切得很到底了 好 终于开了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瞬间啊 哇塞 没有用啊 这里面红是红啊 就是没有大面质的肉啊 你先这个地方 这里一点点能挖一个小珠子 那你挖了干啥用 所以说这个石头 又是成功的 傍晚有报废了哦 石头这个东西很难说哦 这个我看这个口的话 感觉也还行的啊 没想到里面还更差 好 喜欢石头的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每天也能分享美食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今天又是见证了奇迹啊 所以说很多石头 有时候你看着感觉还行 但是没有切开 这里面啊 还不一定的 石头充满了奥妙基础啊 等你去探索 等你去发现美食啊 喜欢石头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我们每天交流美食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白日3公里有关注点个赞啊 那么